直到看到黄磊为了吃辣丸子被送到医院洗胃 我才知道男人帮为了玩游戏到底有多拼 在某期极限挑战中 嘉宾们比赛吃辣丸子 只有在规定时间内吃完三个丸子 并连成一条线的嘉宾才能获得最终胜利 可当王迅和张一新尝了一口后 立马就被这个辣丸子给辣满了 要知道 他们一个来自四川 一个来自湖南 都是吃辣最厉害的地方 连他们都觉得辣那普通人绝对受不了 王迅都觉得辣 他是一个四川人 等轮到黄磊时 他只是用筷子沾了一下汤底 就立马被辣到怀疑原生 我一个四川人 我这辈子没吃过这么辣的 应该让他先尝一个 相比之下 黄磊就显得机智许多了 为了解辣他直接掏出巨款买了一瓶银亮 不要这边有水 我换钱一瓶 来一瓶 有钱 怎么有钱 有钱没办法 随后便开始吃起了辣丸子 可他的反应却让众人震惊不已 眼看黄磊被辣到眼睛都红了 依旧面不改色 众人直接叹呆了 王迅更是一脸的不可思议 反观黄磊只吃了一口就被辣猛了 甚至都忘了自己该放什么颜色的棋子 没吃几口黄磊就被辣出眼泪了 最终承受不住 直接放弃比赛了 最终黄磊成功赢得比赛 没想到吃完三的辣丸子后 黄磊依旧意犹未尽 想要再吃一个 这番操作直接把黄磊给看待了 别看黄磊此刻面无表情 据说节目结束之后 他就被送到医院去洗胃了 不得不说 黄磊真是太平了